去阳 拥有优远厚重的历史文化 当地群众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创造并传承了定词烧制记忆 去阳石雕等一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 去阳县依托定词 石雕设立废宜工坊200多家 通过面向贫困群众 开展传统记忆培训 开展线下宣传展销 线上直播带货等销售活动 帮助他们实现就近就业增收支付 非仪工坊累计培训6000多人次 带动就业8000余人 产品销售总额达20多亿元 徐扬非仪从代代相传的指尖记忆 成功转变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尖经济 定词石雕产业也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国家级费移代表性项目 定词烧制技艺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 从事定词制作已有30年之久 这些年他见证了定词在曲阳的发展 2016年的时候 我们曲阳县总共的公司 大小公司作坊 还不到30家 经过5、6年的发展 我们现在大小公司作坊 已经发展了将近200来家 直接带动就业呢 5、6千人 有的呢 就是两家 两口一家的 弄一个作坊 一年的收入基本上也在 二三十万左右 基本上解决了自己的 就是生活呀 一些必备的发展的问题 2018年 曲阳县定词职业培训学校 开始招收学员 第一年招收的30余位学员 全部来自企业帮扶村里的贫困户 免食宿 免学费培训 帮助他们掌握实用技术 实现就业脱贫 目前 共招收500多名学生 大都走上 独立创业之路 定谣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呢 对我们未来呀 这个乡村振兴 包括老百姓 解决未来 就是生活问题 致富问题 都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曲阳县 依靠传承发展传统工艺 以传统技能培养 带动脱贫 以特色产业发展 带动经济 定词 石雕产业 解决了当地自然资源 制约发展的难题 在帮助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同时 助力当地走出一条 文化振兴 和产业发展双赢的新路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